鸡高湯 鸡高湯 嗨 我是姐夫 大家好 之前姐夫食堂 廚房工具箱 已經分享了龍蝦高湯的做法 那今天 姐夫就用這龍蝦高湯 來做一道 福建蝦麵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有 鸡高湯 蝦高湯 500cc 炒蝦 大理雞 200公克 魚丸 豆芽菜 空心菜 水煮蛋 4顆 黃油麵 肉桂 月桂葉 三片 八角 三粒 橙皮 三公克 乾草 三片 煎熠熱湯鍋 加入蝦高湯 還有雞高湯 大理雞 先放下去煮 12到15分鐘 空筋在洗好 切5公分小段 炒蝦去腸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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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拌 攪拌一下 加點現磨的海鹽調味 炒蝦放下去煮 魚丸也放下去煮 時間差不多囉 大理雞拿起來 魚丸拿起來 炒蝦也拿起來 炒蝦先剝殼 炒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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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燙起來 肉芽菜燙起來 空心袋多燙一點 豬肉片擺上去 炒蝦也擺上去 魚丸擺上去 喔!還有水煮蛋 光滅 淋上香噴噴 熱騰騰的蝦湯 看起來很豐盛吧 好了 好燙的黑咪 完成囉 我們先把花時間的龍蝦告燙 炒起來 做這個調菜 大概10分鐘15分鐘 就可以完成囉 龍蝦告燙還有耶 下次做 炒的福建蝦麵 还是 龙虾高汤 对,龙虾清汤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 喜欢姐夫的影片 欢迎加入姐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问题 请留言给姐夫 请记得订阅姐夫的频道 还有帮姐夫按赞和分享 姐夫感谢你们的支持 还有要记得点按小铃铛 开启通知 才不会说过姐夫的更新 姐夫食堂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下汤味好浓哦 加点山巴酱 加点蒜泥 真好吃 大理器煮的刚刚好 一点都不拆 不拆 就没看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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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哇 下子好甜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